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6月2日星期三的接近中午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广望也好 还有我们的心情很坦的纽西兰,波罗仔,易得台仰 大家有没有见过波罗是灰色的?现在有了 还有我们的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为什么先讲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不是那么好的感觉 就是我刚刚就发现我们的频道后台的数据就有一些異常的变化 是,好看热的 我们的眼睛没跳,是不是有人有说我们呢? 所以,找一下吧 右眼跳哉,跳哪边呢?台仰你是? 跳哪边啊? 左眼跳哉还是右眼跳哉呢? 右眼跳哉 是的,有人叫幸灾乐和吧 会不会有人在这里叫幸灾乐和吧? 因为台仰是我们的台科技部的监制来的 看看是什么事啦,有没有人骂我们啊? 有没有人叫退订啊? 有啊,好像有网友都告诉我们有啊 是啊,有人在这里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都马上去查一下 真的发现到,有位人兄啊 都不单是有位人兄,他背后还有99个人 加上就有一百个,那我们也都在看边缩部 都觉得他们说的东西啦,和他们的作风来说呢 都好像一部日本的动画叫做Kiroro 那帮外星军团那些来的,挺有趣的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后面最有一只大Kiroro 那就是叶楼淑仪啦 这个不可以不得不提的,这个就是 没错啊,那为什么他跟这个Kiroro 100那么熟呢? 那这个我们不在这一节里多说 其实呢,这一节呢,可以说是安慰一下台仰 希望呢,可以大家一起盲友给他一些信心 觉得我们不会退订的,可能有这样的留言 都可以叫做,等他的心情会舒服一些 如果他今天都没有心情和大家做节目 那话说什么事呢?那听一下呢,他就叫人退订 那你就说,退订啦,那别人不会退的嘛 你要讲一些理由出来的嘛,是不是? 那他因为这个人的节目呢,都有个理字的 他人的性都有个性的理字 他的节目,这个标题都好像有理性的理 但是好像呢,你叫人去退订另一个频道呢 我就觉得你的行为就不是那么理性了,是不是? 我们从来都没有叫人去做这一样东西 就是,整天都有人叫退订我们 但是我就没有叫人去退订其他频道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这一样东西 这个我们一向都是主张中立模式 一向都不是男的,一向都不是黄的 一向都不是黄的 只是大家支持林郑月娥,依法施政的 这句是谁说的呢?是习生说的 我们跟习生说的 就是如果我们这样说的 你都说我们是黄的呢? 我真是,我也不知道你 习生是黄的,因为习生都撑散的 拿回手出来习生撑散的 他们这些就是这样的了 这些人就是屈人了,屈的就是屈 这些太简单了 他说到自己是那么蓝的人 因为他都用到很蓝的东西 如果任何反对我们那么蓝的人说的 就一定是黄的了 其实你这个逻辑跟你口中说的小黄人 其实都是一样的 哦,任何反对他们的人 批评他们的人就是蓝丝 其实你跟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你想想,如果是的话你拨回我 很简单的,为什么呢? 是不是?你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批评? 你任何东西都没问题?你是耶稣? 是不是? 他经常批评政府啊 黄尸都经常批评政府啊 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为什么呢? 我真的拗了头了 接着他就说自己 说的事情很多都会一一实现 他也在自己那段视频里 加上那个截图 不如这样吧,截图这么小 我就跟你一起分享一下 那他就之前拉网纳 其实我都说过这件事挺好笑的 拉网纳就说呢 他自己说的哦 要求政府就提供誘因 就鼓励呢 接种新冠疫苗 那好啦,每针加码2000元的消费券 还有呢,例如五百万就头奖了嘛 两个月,小奖在那里过百个小奖 那很多这些东西 那还有,也都有一些什么提,另一个主席提供提出什么 他记住了,他说得明白 政府可以设立疫苗出行的便利机制 但是为接种的人提供更加多便利 本来的旅行团啊,吃饭啊,娱乐啊 记住啊,他提来提去都是叫政府去做 哦,那就好啦,我听一下这个人退订 叫人退订,我们之前说我们不懂 不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说啊,商界呢,不是派礼物啦 很多奖品啦 我们一早就说了啦 这个就是跟着做 咦,你讲来讲去都是叫政府而已啊 那政府,你叫政府派五百万 那他没有派啊 等一下,这个要先停一停 这个要先停一停 刚才台洋说呢,他们是批评政府 其实不是,他们不是批评政府 他们一直都是污蔑政府所做的事情 嗯,他们这班企业 不单止是批评的 批评是要有理据,他们没有理据的 他们现在咬我们都是没有理据 刚才好像许刘先生那样说 就是商界,商界现在去,不好意思 我想先讲清楚 现在商界在做的事情 以及现在政府在说 叫人那个全城启动 到现在整个计划呢 他都是没有说过他自己会派钱 也都有说过,政府如果要派用钱 来到奖金,来到做诱因的话呢 是不行的 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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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了 跟我们说的东西 跟林郑月娥说的东西就是类似的 但是 就是说政府拿公帑出来做这些东西呢 就是很... 有反效果 很不恰当的 有反效果 还有会有反效果 你提出的... 不好意思 你提出的这一样东西 你说的这个500万 林郑月娥公开说 是会有反效果 你现在在一个这样的节目中 哎呀,哎呀,我们说的东西都做了 喂,你叫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知道,如果...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大家听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你说的东西是这么有效 你说的建议是会跟的 政府会跟机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拉一张笔线出来 憎微特眼在那里叫啊 叫政府有什么提供诱因啊 如果你知道 政府接下来有这个计划的话 或者你又说 跟什么行政会议成员 又说跟谁很熟啊 又说有whatsapp聊天啊 林太太见到我 都叫我dominic 那些还是怎样的 喂,如果你是这么熟 你为什么要拉一张笔线 去政府总部门口 在那里说这些东西啊 你要见他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认为 如果你这样 你如果跟他这么熟的话 如果你这样 我价钱 你跟我熟的 你知道我公司 你有这个建议给我 我们用一个公司的角度来看 都可以了 如果你知道我这家公司 需要这一样东西来做的话 你其实走来跟我说 其实基本上是OK的 你不是拉一张笔线 在我公司门口 跟人说我没有做这件事嘛 你不是全世界 告诉全世界 我没有做这件事 你捉住我的鼻 之后我就去做 喂,我怎么做老闆啊 是啊,没错了 你还跟我好手 是啊,好像那些人贴那些街招 那样 贴街招呢 就是说欠债还钱那些 喂,贴那个人 叫他还债的人不熟 如果不是要贴街招呢 如果不是要贴街招 债还钱呢 是不是 这个就是那些 接着为什么解释 哇,人豪是非多啊 就是同一个道理的 因为他其实都不熟 那人都不知道那些什么 不过呢,就知道自己呢 可能 借了他一百万 接着呢 就叫他债换股 给你六万块 当给乞业 哇,你不是很快 是这样的 人豪是非多嘛 是这样的 香港是这样的 是一样的 不过 这个呢 我们就拆开了 要回去 老去讲的论点先 就是呢 你不要呢 现在政府 例如 现在政府 只不过是配合了商界 做一个叫做全城启动 就是说 怎么只打针那么简单 这一句呢 大马sir 做开广告 这些 campaign 就会明白这件事情 这句 可以叫做无限的引申 但是现在无限的引申下去 就是说 例如无限的可能性 哪一个 迪士尼 我们今早上都说过了 迪士尼又会 陆陆续续有人加进去的话 或者商界自发参与的话 其实呢 就变成了点子这么简单 那点子 就是有些什么 可以继续伸延下去 喂 跟你讲的建议没有 你不要跟我讲 没关系 你最建议这个核心的五百万 这个石破天经 没有啊 有全部做了吗 你在这个节目里 这些是欺骗他的听众 坦白说 那五百万是核心的 其实还有一件事是核心的 就是要政府拿钱出来是核心的 但是 其实我们当时一听到 已经知道 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政府拿钱出来 在其他地方有做过 但是 都是被人骂到九彩的 特区政府绝对不会做这些旺居的事 美国人曾经做过 有些州份 结果都是被人骂到九彩的 而且反应是很恶劣的 现在你不要把整个全城启动的功劳放在自己身上 没错 在贴面上贴金 这件事是不适合的 这样做 你贴完金之后 就去到我们那里 搏击 是啊 就是说我们抹黑他 说我们不懂事 很坦白说 如果你要揭开你的脑底 我帮你们揭开 你们揭开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资料搜集的 就是每一次 那些人怎么污蔑我们 我们都不是每次回应 很坦白说 是看到订阅数字上面 真的向下 那义得抬扬就很紧张 每一次都是这样 我们才会做一次节目 如果不是 我肯定是你们 因为你们这些人 实在做的事情太无耻了 要么就是说 陈兆致不会做事 是我李智敬 踢他一脚 陈兆致才会做事 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还有一件事 你拿一些不成立的东西 来帮你自己贴金 跟着再踩我们 叫人再退顶 喂 你有没有无耻一点 这个人真是 没有啊 我看这篇报道说到 政府可以设立 为市民来什么境内旅行吃饭娱乐 即使间接地在公帕去做这些事情 还有 喂 现在这样就变成了 你们的街头智慧 就是取代了这个行政会议 哦 我们在街头在那里 全部都会做的 这个是社会议会 那你不用去做立法会议员 你这么想做立法会议员 那你做什么呢 在街头就行 街头抗争是可以有成效的 那你们就继续街头抗争 像个长毛这样 很有趣的 极端的人是一样的 我告诉大家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社会就是有极端的人 和一些比较温和务实的人 温和务实的人说的 就经常得到极端人的污蔑和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极端人 他很多时候都是那些阴谋野心家 还好笑 我只是找你做那些什么 都已经全部做了 你去H&M 人家没有开工那天你才上去 新疆棉花抹黑中国人权 速H&M公开道歉 公开道歉了没有? 公开道歉了没有? 你说你全部都做了吗? 人家都不懂你 有没有? 我们旁边有个地方叫做澳洲 澳洲有个城市叫做西德尼 西德尼现在很多老鼠 现在你这种情况 就是西德尼猫 西德尼老鼠 你别说 你说我说的全部都做了 我跟谁很熟 如果你知道 很简单一句 你如果真的那么熟 这个全城启动 打针 怎么知道这么简单 你之前就不会去找五百万的 因为差了一个星期而已 实际上大马sir都知道 我预设这些标准位 做印海报 提到的计划 提到的计划 究竟是怎样的 的slogan 是什么的 我都说过 在那一节的《芒向早晨》 这句话 是要扔到被特首 手上捧出来做presentation 你觉得这件事 要遷除八年多久 至少都 我和大马sir的研究 至少都两三个月前 可能要想起动 会不会被人想起起闹呢 或者会怎样呢 就是这样的 是吧 其实很简单的 不是说一两句 政府就会被人踢他一脚 第二脚就做事 不是这样的 因为政府很大的 整个政府 要怎么说呢 那个决策机制 是不会沉沉就做得到的 就是不会说 哦 我踢陈兆史一脚 陈兆史就做了 不是这样的 他本身就有个机制要修正的 那个修正机制 就会不断调整施政 那当然 你先说 你说什么很熟 那你很熟吗 你要知道吗 我们不熟的 我们经常都说不熟的 在节目我们都说明白 不过我们就 医治大概 运作的情况 告诉大家是怎样的 还有可能是医治我们自己的 个人的工作经验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很久之前的 关于 已经不是这个局长来的 不是今届的 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多久以前 我不方便说 一个就是 关于 香港 要做一个戒烟的campaign 那时候这个campaign 是我做的 喂 刚才你又知道要认识那么久 怎么怎么 哇 改了那么久 其实都改了很多次了 很麻烦 不如这样吧 怎样 不行 上头说要改 又改 又改 又不喜欢 然后我说 是谁来的 是局长来的 不好意思 那我没有什么 我说 原来这个campaign是局长 要看过整件事才能出街的 你初来没有想过 不说 不说 那局的局长 当然这个报纸稿 接着用到其他地方 是这样的事 要很久的 不是政府做的 很多人要认识 是很多人要认识 这个是有因 喂 就是你说要政府 和你那个建议的核心 就是要政府拿公帑出来 对不起 政府这次拿公帑都是拿得很少 拿公帑最多就是给那些公务员 打完针放回日假 是这样 就是你说这样算不算是拿公帑出来 我严格来说 觉得不算 拿公帑来搞个campaign 就是 现在呢 其实想 所以有些人就问 这个呢 是不是叫特首的 选举工程 就是连任的叫做选举工程之一 可以叫做趁这个campaign 来到联系到一些商界 有些人就说 看这个商界呢 有多少人去支持 这个campaign呢 也都可以看到它 那个影响力 那个指数是怎样的 这个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黄友说 其实又 不可以就是说 畢竟是他们说的 你说是不是有关呢 不是我们今次要讨论的东西 有机会可以说一下 因为你会看到有哪些地产商 或者不同的集团 会埋位 好像最近又看到 太古啊 还有那个 我们今早做的早晨节目 也有说过的 例如这些呢 它不会听你 不会看到你这几个人 在街头 举个banner 就会做 那如果行会成员 那不用做了 那你说就可以了 没错了 那我等你 那节目的建议就可以了 是啊 那反正你的节目都 那个台都快要上市了 那不如 就是把台变成 这个 为政府提供 好巧的顾问公司 看看政府用不用你这间 顾问公司 用顾问 哈哈哈 还有一个东西的 这个 李梓敬的节目呢 我应该想回应一样东西 那他就 说我们 不懂 那说 区议会那里我们就说 特区政府呢 不会 轻易的架 开轨 那 我们的节目原话呢 就是说 不会轻易的架空 区议会的 我们的说法就是 那这个 不好意思 我想补充一下 那如果我说的内容里面呢 其实主要来说呢 是想跟大家说回 咦 分区委员会 那个职能上 和区议员有什么分别 其实呢 我们不是内部呢 我们自己都 不会说到那么实 一定要说 哦 叫政府 开多些位置来叫架空去 这个我们其实有说过的 你可以找回那些 建制派那些人去做 类似职能的事情 那有些人当然 那时候已经骂我们的 其实都是那班人骂我们的 你做这些事情 你可以听回来 其实上年的节目已经有说了 是可以这样做 因为他们 是为了社区服务 你想办法去 保持住那班人 就不要令到他们 离开这个政坛 我们有说的 很久之前 其实很久之前已经说了 但是不是说架空 是不是可以叫架空到他们的职能呢 我们没有的 我们没有说 我们没有说可以架空 这个没有说 绝对没有说 政府要架空区议会的职能 因为政府都不做这一件事的 我坦白说 因为其实区议会呢 你要看看区议会本身的职能先 那区议会的职能呢 两大项 第一项 就是以下项目 向政府提供意见 第一点就是影响有关的地方行政区内的人福利的事 第二就是有关的地方行政区内的公共设施 和服务的提供和使用 第三就是政府为有关地方行政区制定的计划 是不是足够和施行的先后次序 还有就是第四样就是为进行地区公共工程和举办社区活动 而撥给有关的地方行政区的公帕的运用 这个是第一点 但是你要记住 这四样都是就以下 刚才我说的项目 向政府提供意见而已 所以之前有一次游尖旺区 我们说过了 这件事在节目中是有说的 就是他们那群区议员反对天眼 政府是照做的 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政府可以照做 区议会反对是完全没用 就是你是提供意见而已 政府是可以不管你的意见是照做的 这样不是架空了区议会 因为区议会提出来的意见实在太不堪了 当时我们有说过的 这些是可以听回的 有时候你不要听别人说 汪向是假男真王 你就相信了才行 不要这样 以听为实 你就听听我们说过什么 看看合不合理 是不是 就是污衊我们 对不起 我们在影响到订户的情况之下 台阳一定会督促我们去做节目的 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我都不想理这些事情 为什么呢 其实我坦白说 你多个人订 少一个人订 对我来说 一些影响都没有 其实没有的 都没有的 其实对我来说 但是台阳很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台阳他认为 我们台阳的影响力不应该这么低的 不应该那些视频 就只有别人的十分一 不应该这样的 台阳经常跟我说 喂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些什么 我说不知道啊 我也不想理 我只是喜欢有个地方 让我急一下 你说我是不是很喜欢经营这个台阳 我不是的 我很佛系的 这些事情 坐在那里 有缘就坐在那里说 是不是 好了 还有第二样 刚才说到区议会的职能 就是 在有关的获得拨款的情况下 承担有关地方行政区内的环境改善事务 有关地方行政区内的康乐文化活动和促进事务 和有关地方行政区内的社区活动 这些呢 你是一定要那些区议员去做的 你没有可能政府再找一帮人去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是不合理的 是啊 你找一些委员会 只不过坦白说 我们当时的说法很简单 你是安抚建制派的人 或者一向做的做得不错 你安抚他们 你让他们不要离开政坛 举个例子 好像叶奥冬那样 你会想个方法去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反差太大 叶奥冬做得好地地 结果呢 就被陈子维去做 就是选了陈子维出来 那么如果叶奥冬做得好地地的人 就自己离开政坛 对社会是一个损失来的 其实当时呢 我就没有点名说哪些人是要留回的 不过我就说过 说你应该尽量呢 政府都是用想些方法 开些位给那些人的 这个我们是有说的 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不懂 其实我们说很多东西 根本就比你们这帮企业 早很多说的 是 还有他说自己呢 曾经强化分区委员会的职能 取代区议会的功能 其实 取代不了的 是啊 因为有法例的嘛 有法例的嘛 但是当然他在他的节目上不是说 他只是说开位 你那时候说要取代区议会功能的 取不取代道师 取代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有法律的 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 第一不是人治的地方 习生是支持林郑月娥做什么 他是依法治港 那依法治港呢 就不可能 踢走区议会那些人的 因为 其实是写到明的 刚才我说过区议会的职能 其实是在区议会条例那里说出来的 就是香港法例第547章 那如果我们照着读的 你都说我不懂 就是我们照着法例 照着这些条例 所以有时候你见我做一下节目呢 我都说 我等我回来说回真实那些的 那些法律究竟是怎样的 因为有时候那些网友就说 我说话就好像很灰霞 那些那样 但其实我从来都不喜欢说笑的 这个要先说清楚 我很认真的 那如果我照着那些条例 你都说我不懂的 那我无话可说 那些条例是假的 还是我说出来的那些是假的 有些时候你都听得出我 照着那些香港法例 那些说法例的 第几条的括弧纪那些 如果我说得回 我全部都说出来 尽量 如果有些网友 如果你们想去看 那你就自己 自己上网搜索回来看 其实我很欢迎的 是吧 不用神神秘秘 又说我和谁有WhatsApp 有联络 还是怎样 如果你知道这么多 这些内里的东西 那恭喜你了 那你也不需要站在街头 日曬雨林 又叫人联署 还是什么 你给WhatsApp 给那些会议成员 那些群组里面 你说这么多话说 说完就做 那需要站在街头 叫人联署 不用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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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行政会议 不肯做 你和那些群组里面 说的事情 他们不肯做 不听你 所以你为什么要站在街头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站在街头 为什么要争取市民 去签名 然后又要再扔上去 给有关当局 那即使那些群组里面 那些行政会议的人 又什么 立法会议员的人 他们不能够去影响到 这些部门呢 那究竟是他不行 还是你不行 还是哪一方面不行 哪一方面那么厉害呢 所以选民要增开他们 雪亮的眼睛 究竟这些人实际上 是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这么强调 他的建议 政府是照做呢 其实就是要掩饰 政府是完全没有理会他的意见的 他是为了说一个谎 去骗他自己的听众而已 我说过事实出来而已 你这样说是很难听的 事实很难听的 是啊 是很难听的 但我Raymond Wong 很简单 你跟他们那么熟 你就不用走上街头了 是吧 叫做收集市民签名 收集来做什么呢 是吧 因为其实呢 为社会工作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你为社会工作 还为社会工作 你不要污蔑其他人 是 这个是最可恶的 你说 我全部都做了 他们认识什么 什么是全部做了 其实你看得到的 你自己截图那张出来 跟你说的是不同的 你截图那张 写着什么 五百万 但是你说商界 政府派五百万 但是你的口 你说商界 现在派什么奖品 什么 现在都做了 接着你截图那张图 是写着 取代区议会功能 但是你跟我 你自己的节目说 现在开会 取代小黄人 现在都做了 喂 你截图那张图 跟你说那段 已经是两样东西 你还跟我说 你直气壮 取代不了 因为它有法律的框架 我们说的方法 就比较温和 通常都是 通常说出来 我不敢说 我们说的 政府都百分百照做 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说的 很多时候 就预视了 真正的行政的走向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 我 许流山 台阳 真BC 大马sir 甚至家产生 都是 其实我们 都是做过 和政府有关的事情 一直都是 所以我们经常都和大家说 不要轻易去骂 乱骂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政府做事的人 是有多困难的 就不是好像议员政棍 我觉得 每个政府做事的人 都是达尔萨的 不懂做的 是他才懂的 如果你说 陈兆史 李智敬 这件事我很记得 他是长期这样说的 说陈兆史不懂做 这个抗疫 是李智敬才懂 是李智敬踢陈兆史一脚 陈兆史才懂做事 这件事绝对不是 我可以很肯定和大家说 其实我们踢爆了这个李智敬很多次 因为他说话 根本很多时候是言过其实的 也可以说一下 我帮类似的部门做 为什么有些说 好像什么都不做 还是怎样 这些部门 因为他们就算写的东西也好 他们的 campaign也好 他们讲的东西也好 还是怎样 是牵涉人的健康 甚至可以说得严重些 牵涉人命的 所以这些是要搬过 订过才说得出来的 那些政策也是 还有打疫苗那里也是 坦白说 打疫苗那里 我们也批评过特区政府 我自己也说 为什么他们做的 宣传那么弱的力量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政府设计出来的架构 不是让他们拿去做宣传的 没错 他们都要找外面的人去帮忙 但是在香港这样的地方 能够帮政府做宣传 而不善政府的人 是少之又少的 真的 这个我说的是事实 还有现在还要是选举年 就是之后都要选的了 那磨拳策掌 究竟有什么人能够用 有什么人能够 不会善政府一获 根本很难知道 因为香港的社会 其实就是说穿了 就是有很多 既得利益分子的阵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利益 有些人说 李宾汪是地产男 这样 这个又不是完全说错的 又不是完全污蔑的 这个不是完全污蔑的 因为我曾... 蓝还是蓝 其实那时候所有做丁屋的项目是停了 但是在之前呢 我是有帮我朋友去卖过这些丁屋项目的 是卖项目 就不是卖丁屋 整个项目啦 所以我们在节目中说得出 我们有些事情在节目中说得出 我们有些事情在节目中说得出 明就明 就是那句 很老土的 明就明 不明就不明 如果你要信他这样说 你觉得他说的就是 政府会跟着做的 其实信他这句已经是很好笑 为什么你说的就是跟着做 那立法会 对 如果许会 还有行政会议 其实 那为什么你邀请你进去 整个团队的 100 就取代了整个立法会 就是你说几句WhatsApp两句 搞定了 是不是 那你还选什么 不用选 不要去选 你随时有什么想到 就马上WhatsApp给一些权益 他们就会跟你的指示做 那为什么不邀请你进行政会议成员 那就好了 你立刻进来说给我听 你为什么要站在我政府总部门口 没有人上班那天 是不是 不用递信了 递什么 你进行政会议直接跟我说就行 是不是 先坐在太太旁 好吗 要这么说 就是不要在这些事件上面 污蔑其他人 就是你说个事实出来 不是那么难的 虽然你一直都没有说事实的习惯 不是那么难的 Mr.Dominic Li 就是很坦白说 说的东西 就是我都不敢说你百分百是假的 但是至少都有九成都不是真的了 基本上 是以那节节目来说 九成都是假的 其实很差的 就是用这种模式去罪一帮人 就是我在《正向报》开了一节 翻号是2021-06-02b这一节 就讲一位一些大陆的 在国内的网红 怎样去聚一些人 不停地说一些 写一些污蔑其他国家的文章 从中聚了很多的粉丝 再从这些粉丝谋取暴力 你好像是在买那些什么Kiroro100T恤 那些 不过又成头小利 味道暴力 这些是成头小利 不过他以后 我相信这个人都会想选 入政府办事 还有上市 但是你想得国人支持 就不要用这些旁门阻倒 最好是说一些事实 那好吧 不如这样 我们今节暂时在这里 大家听完我们这一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说的这番话 其实我们主要来说都引述了他说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相当好笑 老实来说 如果论影响力 我们绝对都不及了 你们起码都有一百人 一百个嘴 都喷死我们 是吗?我们只有六个人 是不是? 退订我们又何必呢? 是吧? 就是不要这样 我们从来都没有叫过人 退订其他人 这个是实实的 一张心比心的 他叫人退订我们 我们也不会叫人退订他的 哦 我认为商务何事了呢 有时就是这么说 是吧? 我是叫人留意你 我是叫人留意你 我还帮你这些街头的窗户 大市宣传 还跟你有迷分析 你不多谢我不特意 你还叫人退订? 是 恩章仇报 你讲了真话出来 他那些所谓的窗户是没有用的 真是很坦白 政府是不会做的 很坦白说 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不知道谁放假料给他 说政府会做这些 其实政府是一定不会做的 你拿公帑出来抽奖 有些东西都可以抽的 公屋居屋那些都可以抽 其实这个机制本身 已经有很多人觉得很不公道的 因为要抽的话 其实就已经尽量避免是这样做的了 现在其他地方都是 尽量不抽公帑的 其实是 哎 笑死了 最好运了 这些这样 再玩下去 这些公共行政经验 基本上是零的 这些人是 负的 在我眼中是负的 就是我们这样的角度 来自然推定 我们其实 都算是有少少 公共行政经验 不是多 很少 就是很粗浅的 所以我经常都讲自己 但是他连我们粗浅都不如 很坦白说 因为你跟他们的AO也好 EO也好 有时候合作一些 campaign的时候 你基本上 就会了解到他们的运作 还有有时候可能觉得 哇 怎么搞错 是一层一层很烦的 什么年代啊 科技年代的嘛 绝一声就可以了 还要特意拿过来 新时代 新时代 但是有机制的 因为有不同的机制 其实大家是要了解一件事 在私人机构大公司里面做事 其实他都是很多程序 是防止那些人 是上下其手的 其实很多公司都会有这些 那政府就更加 因为牵涉到的是公帑的问题 公帑是要用得其所的 如果不是用得其所的话 很容易就会滋生腐败 一滋生腐败 就会有很多衍生的问题出现 没错 其实香港还算是非常之廉洁的 到现在来说 所以有很多程序的事情 你不能说完全可以清走 有些人说 改革 要改走一些程序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那些程序 是正正保障了 香港特区政府的廉洁高效 尤其是AO AO这一方面 很多地方已经无用这些东西了 但是 它有它的好处 就是香港政府保持这种做法 就是政府里面 会有人才知道不同部门是如何运作的 是有一个公共行政经验 才可以搞定这个比较难治理的地方 有些人说 什么什么是AO党 什么什么是AO党 特首不可以要他们这些人 但是你正正是需要有公共行政经验的人去做特首 如果没有公共行政经验的人去做特首是浪费的 香港是治理不了的 有些人就执着这一样东西来说 AO已经变成了一个党了 但不是的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范畴 公共行政 你在私人机构做了很久 你走到公共营机构做 你都要有一段多长的适应期 其实是 因为公营机构它会有一些程序是卡住你的 因为你的职权和职能和权限是很清晰才可以的 你不清晰的话就变成了权责不分的 就会有很多问题衍生出来 其实香港有些地方是有这个问题的 不过我们稍后再讲给大家听 好 接下来再讲一下 问题绝对不是出在AO这一层的 我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 好 权责不清反而是那些 好 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